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節目主持 牽你啦 還有阿羅啦 當然啦 還有剛才和我們做完的泰羅牌節目 繼續 羅恩應該會 應該會的 之前回來也很循循一下 應該都會 都不循循了 上年我看了不過十部電影 我真的沒有時間 連入戲院的時間都沒有 連入戲院的時間都沒有十部電影 看電影也沒有十部電影嗎 我真的沒有動過 嘩 所以我上次的奧斯卡一部電影也沒有看過 哦 這樣 真的很苦惱 真的很忙碌 沒辦法了 今晚我們的節目主題 大家都知道近來最Hit的熱話 我們上個星期講完這個 李斯特成之後 今個星期講了一個非常之出名的熱話 話說一個補習明師 是說明師來的 補習明師 你說誰才有兩個 有兩個補習明師 但是那個那個不是很出名的 就是出名的 哈哈 最多一點那個 早一點 最Hit 早一點很Hit那個 就疑似的 跟女學生有關係 發生了關係 有另一個是跟男學生有關係 是 於是 其實電影裡面也有不少 其實今晚我們講三套 但其實電影裡面也有不少是講師生戀 精算了三套 就不同了 探討一下電影裡面的師生戀 跟現實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今晚我們要講的第一部電影 其實就很出名的 我們就 第一部就來講一下我們自己香港本土出的電影 咦 我們本土已經是有一部講師生戀的電影 那麼踩界 那講的呢 就是許安華的男人40 2001年的作品 講任何的劇情之前 我想講一句 林家欣真的很正 結婚了 都很正 結婚不可以正的嗎 都是女神 你為什麼說很多女神 你搞到我都不知道要接哪一句 都很正 大家都是女神 這部電影 相當之佳之學文 都相信是 當然也因為張學友一向是公認 都是唱得有戲的藝人來的 當然還有一個 一代女神 林家欣 跟妹姐妹妹妹妹方 有個角色 就是一個 已經是 四十歲的 中學的中文教師 那就是一個 上課的時候 都滿風趣幽默的 都算得上是 我覺得他的風趣的幽默硬弄了 我能做到這一刻才驚訝 我覺得很神奇 他適合他的狀況 很適合 說真的 韓友教練那間是 沒什麼錯過 我是Band 3中學 如果是Band 5 如果是當年 我覺得是Band 3 他說的是Band 3 會升上Band 2 這個Band 2 對不起 Band 3 扎上Band 2 這個Band 3中學的教師 上課的時候 有點幽默 但其實他人是很安憑手機的 他安憑手機到 我覺得是 有多少傳統教書像的時候 有 你走出街 如果看見一個人 其實有些 容易是看得出那個人是做一件好事的 可以直接一點 道德 道德 道德呢 是現在的詞語 可以有很多例子 例如 我還想不起 他有的 一開始 吃飯一定要自己付錢 不能選擇 我要自己付錢 你請我也是自己付 對 有一個固執 總之是 很固執 我們經常都說 三十二 四十二不畫 但是 人到四十歲 是否真的可以 沒有了疑惑 去做 去過去的人生呢 面對林家欣 她是一個女學生 林家欣 在課後 課餘時間 不停挑逗她 為什麼林家欣 都喜歡這個阿Sir 還有她老婆 妹姐 因為學友的角色 和妹姐 都是中學同學 本來 不是夫妻之前 是同學 他們是一個中學老師 因為病重回來 於是乎 學友的人生 其實是 都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 可以說 就是本來是 你看她的樣子 就好像是一個很平淡 很 安分手機 過去的大學生 很平淡 她的人生 都是很 突然之間 開始有些黏異 都出現了 當然她也阻止不到 她的學生喜歡她自己 對 而事實上 青春真的無敵 尤其是 林家欣 你能不能安排 很難安排 真的安排不住 只聽聲音都安排不住 許安華 在七年前 這部戲是2001年 《女人40》 距離這部戲 大概是六七年前 《女人40》 《女人40》 那時候 就說這個女人 面對一些 事業和家庭 雙重壓力下 怎樣去自處 去活自己的人生 今次 《女人40》 就變成了《男人40》 有一個性別的換位 你會看到 轉成了《男人》 這樣寫 但這一招 依然奏效 當然 《師生戀》 這三個字 這個題目 本來 長久以來 都是一個很爭議性的 社會議題 其實 《師生戀》 到底是 對不對 道德上 有沒有問題 等等 那 但是 當面 一個這麼大的 爭議性的主題 的時候 他應該說 都依然可以很平淡 鬆容 又 不失那種 勢力的 處理能力 這件事 很佩服他 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這套 野心很大 《岸西編》 這個劇 我覺得很出色 他不單止說《師生戀》 他還說文化的傳承 環境的 即將會逝去 中年 反思過去 發覺很多事情會沒有 他把所有事情 都放在他電影裡 而顯然 這些事情 令到你很有壓力 令到你會 跟隆家欣 可能拍拖 不過原則他沒有 很光明性 但我現在還拍到他沒有 即是他中學友的角色是有一點點 不抗拒 不拒絕 不主動的 即是 即是他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應該說 我是有一點點感覺 但我又不會說明 但我現在又很頹 想找一些人聊天 因為整部電影 就是類似《師生戀》 即是他類似《師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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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本身有一個 所以這部電影 其實不是說一段《師生戀》 即是我覺得 阿賀又和林家欣是一段 但其實裡面是修懷了另一段 就是他老婆 原來以前也曾經是 即是受《師生戀》的折磨的受害者 自己也是 我覺得看到後面 見到梅艷芳和老在病床的一位老師 的一段《師生戀》的時候 好像是見到張學友和林家他們的未來 這個好像是一個 有一點 輪迴嗎? 算不算輪迴嗎? 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你們繼續這樣發展 就會有這樣的命運 算不算輪迴嗎? 我覺得未必是 嗯 我看到這件事情 起碼到了最後 他兩個 即是梅艷芳和他以前的老師 那個角色就會互換 那個結局是不同了 其實你見到兩個 選擇怎樣去 即是 製造下去 第一環視 是啊 剛剛去斬斷了這件事情 這個偶段 斬斷了他 對 會帶來一個什麼 效果 即是你會看到這兩個 師生戀處理的方法 好 去到後 即之後會帶來一個什麼 的效果 會 對 對 這樣吧 我覺得他 這個人物的 那個 心態 很被這個過去所推動 嗯 即不是那個推動 只是 只是 被過去斬斷了 那他裡面 是用了很多的元素 來講這些 包括這些 中國的詩詞 現在沒有人來 但可能張學友 啊 梅艷芳 這些角色 被過去困擾了 但未來又不知道 因為他 例如張學友 和一些 舊同學聚會 有些很有錢 有些又坐在酒吧 突然撿了 要去深圳發展 很多東西 很多變數 但他們仍然去想 他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套片很厲害 很厲害 他講這個時間 很長的時間 怎麼影響你的心態 嗯 再怎麼面對未來 所以他去 師生戀這個 topic 他反而沒有什麼 道德批評 其實 其實 師生戀好像是一個 引子 嗯 嗯 而是最重點的 就是 當一個人 突如其來地 要面對 這麼多方 給他們壓力 而是他 之前從來都 好像未曾 試過 有這麼多事情 在他身上發生的時候 你應該 是 怎樣去 處理好一件事情 對嗎 應該怎樣去自處 還有 林家欣的角色很有趣 即是他跟張學友是完全兩回事 張學友有過去很多的包袱 林家欣不是什麼都沒有 是橫粗直狀 其實這個 很年輕 對 很有兩代的思想上 對 很有趣 現在好像張學友有幾個林家欣 想回我以前 是不是也是這樣 就是 又是這樣 因為 為什麼 梅宇方 會和張學友在一起呢 當年 就是因為 被他以前老師搞賴 那套套 但是 就是 因為是學生 未二成年 就不可以 墮胎等 於是 於是找了學友 就 因為喜歡他 一直都 所以又 扶起這個責任 就做了便宜老爸 哈哈 可以這樣說 我也不完全 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 將愛情的複雜度 提高了不少 就是 有時候那些人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在一起 其實他很描寫這個情況 是的 我又不是 不喜歡你 但是又 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在一起 但是又可以了 沒事 就是 啊 逐回我剛才說的 就是說 張學友可 可能面對林家欣 這一段關係的時候 都在想著自己 其實就是 如果我當年 我沒有喜歡到 妹姐的角色 就是學生的時候 我沒有喜歡過他 那我的人生 會不會 跟現在的軌跡 是完全同呢 第一 其實我都只會 跟 走回教書長 這個路 只不過可能換了另一種 形式 等等 一個 一個掙扎 其實他都有 暗示的 林家欣 是令他想起以前 有沒有嚴光 因為他有段話 我喜歡梅宴芳 因為我以前在梅宴芳 後面 我經常看著他的頭髮 之後 有一幕 張學友 站在班房最後面 看著林家欣 然後就開始 有些事情 對 呼應 某程度上 想回你以前讀書的事情 這是一個回憶 我覺得這套 這套的廣故事手法 真的很不錯 他用一些 以前他們是有些東西的 但你又不知道 一直吊著你 吊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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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吊著你 真的吊足前進 是啊 林家欣在最近一套 新戲都是一個 類似惡魔的角色 新戲? 這個 和張學友那套 暗色天台 暗色天台 對不起 我還沒看 他也是和張學友做對手戲 然後 他也是一個類似 你看前面 你會覺得也是一個魔鬼 在引誘張學友 哦 我覺得兩套 其實 有部份的情節是幾相似的 又或者是因為這個 可能編劇是這樣的原因 於是找他兩個 做班 在這方面 雄志光 林家欣的老公 是嗎 雄志光 不好意思 林家欣的老公做導演 對不起 我忘記了我的名字 我自己是林家欣的 怎麼幾人留意 林家欣的老公做導演 哦 好了 今節講完這個 《男人四十》 其實這個《男人四十》 怎麼可以這麼不惠言 去劇透這些重要的情節呢 其實這部戲 不單是外面很容易找到碟 甚至大台的星期日影院 差不多每一段小時間 我想是幾個月就會做一次 下午的時候 林家欣的老公叫袁劍衛 不好意思啊 好 這個大台周波時都會重播這部《男人四十》 如果 有沒有剪輯 我不清楚 其實沒有什麼剪輯 真的沒有剪輯 沒有什麼特別具爭議性的記者 沒有的 而且 如果 一邊聽過這部戲 但未看過 大家可以 有機會留意一下 這部戲 好 今節講完《男人四十》 阿朗 我們今集的間場 三個間場 各個都是 舒伯特 一會兒大家會知道為什麼 現在第一首播 如果沒有記錯是《Serenade》 如果沒有記錯 大家聽聽古典音樂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講完《男人四十》第一部 講《施生戀》的電影 之後 第二節 我們有另一部 講《施生戀》的電影 這部真厲害 《鋼琴教師》 這部2001年 《米高漢尼卡》的作品 說 《米高漢尼卡》都是我 我最喜歡跟羅恩討論的一個導演 《施生戀》 《施生戀》 對 我看他的電影 反而不是很多 不多 對 看過《愛》 看過這部 沒有嗎 還有哪部 我們之前介紹過 我們之前介紹過 《冰川三暮復》 然後有一個羅馬 什麼佛祭會 不是羅馬佛祭會 不是羅馬佛祭會 對 巴黎佛祭會 還有那部 叫 偷拍 Catchy Catchy也很出名 這個漢尼卡 這部鋼琴教師 當然跟剛才學校教書的老師不同 大家都知道鋼琴教師是上門教的 羅恩你也有學過鋼琴 我想問 你有沒有試過跟一個鋼琴教師 他那些不同 他那些是音樂學院那些 我那些是 私人 是私人的 但不用去他家裡學 哦 你對於鋼琴教師的感覺 你對於鋼琴教師 對 一路給你的感覺 感覺 我那時候 遇到挺漂亮的 是啊 高雅 看看你跟誰 鋼琴教師 因為有時候我試過跟那些不同 和自己不合 就很辛苦 你自己合的那些 就 好看性格 因為他一對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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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沒有學過鋼琴 我自己音樂天分很差 那 鋼琴教師給我的感覺 就是 優雅 但是 是很冷酷 和很嚴厲的 嗯 應該也是 有些是 有些是 站在鋼琴旁邊 坐著你的拍子坐下 等等 有的有 是的 而伊沙貝宇培 這部電影 女主角的角色 亦都不例外 是的 那 但是 一個十八歲的 靚仔學生 Water 令到他 宇培本身的人生 是很孤獨的 那突然之間 這個靚仔學生出現了 就令到人生開始 出現了一個 轉機了 但是呢 愛上自己的學生 不單是需要勇氣 那 而且 還有一個 很大 很 巨型的阻力 那這個阻力是什麼呢 就是他母親 為什麼呢 我 要先說一件事 就是 阿漢尼卡 一向都是一個 對於一些 社會上的隱性問題 的觸覺 是很敏銳的一個導演 那 那 這次呢 其實他也是 跟 其實上一部 《男人40》 《施生戀》 是用《施生戀》做引子 其實這部也是 《施生戀》 《施生戀》 不是一個主要想說的一個主題 實質上 他是想拋出的是另外一個更加可怕的主題 就是 《施生戀》這個角色 《施生戀》這個角色 因為 過分壓抑 而導致一種很病態的自虐心 也有一種 都幾得人聽 其實這部電影 我看的時候 都心寒 這部電影 這個母親 是一個什麼母親呢 他不是一般的母親 為什麼 《施生戀》這個角色 人都四十了 就是 他自己也是四十歲的年齡 為什麼還要和媽媽一起住呢 因為他母親是一個 有極可怕的控制獄的人 為什麼控制獄可怕呢 我想問 你們現在 如果過了晚上十點回家 會不會被父母擦 沒有啊 今天也過十點 一定過十點 我們現在 如果超過十點回家 都不會被家人問 什麼事情 出夜街 我們 兒子大 兒子家 我們都有 出街的自由燈 但是 《施生戀》 就是戲裡面 角色的母親 不單止 會問場問 你為什麼出街 出禁事 甚至乎 我買了一件新衣回去 我媽媽問 我媽媽問 為什麼你買了這麼漂亮的衣服 你想去哪裡 你是否又想出去混合 你穿得這麼漂亮的話 那些男生會 垂你的美色 你會被人騙等等 於是乎 甚至乎是可以瘋到 我覺得你衣服太花巧 於是乎 於是乎 爭執的時候 就直接扯握她的衣服 好像是很初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再加上 因為 因為乎培這個角色 那我爸爸在哪裡呢 就是他爸爸的時候 就是自小就已經 在精神病院裡死了 於是乎 由小到大 其實他也是一個沒有父愛的人 於是乎 所以說乎培這個角色 因為一直都可以說缺愛 於是乎病態心理開始形成了 病態心理去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他會自己去一些 那時候更流行的 就是AV的租帶鋪 這個真的很毒 其實日本還有 對 日本現在有租席給你一個房間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間房間給你看 日本有很多 但你有沒有進去 沒有 我想看看是怎樣 其實要錢 什麼錢 我不知 不用這些錢 就是一間房間什麼都沒有 我不知道進去有什麼 那我不知道 但他不單是看AV 上一手看完AV 大家如果看AV 都會用左青龍油紙巾 紙巾放在紙樓上 他是變態 會在紙樓上拿上一手 用完的紙巾來索 好恐怖 甚至乎會 在晴亭的一場 看到有人在車陣 甚至乎 這個人更瘋 他會刮傷自己的思處 看到流血 有些感覺 對於他來說是一種快感 這種病態 甚至乎根深底固 蔓延到他 跟他學生的 私生戀的關係 上 很厲害 不過我講一些內容 因為這本書 在中學的時候 拿了諾貝爾獎 文學獎 文學獎 我忘記是德國的 很久之前 我印象中這本書 其實是真是 作者自己的真人真正 真是寫自己的媽媽 是一個這麼瘋狂的 但書是激過電影的 因為太久 也不講太多書 但他這本 我覺得也是有 漢尼卡那種獨特的爆發力 很平靜 大家覺得怎麼會這樣 他也是這樣的 那他那個 即是媽媽 其實他頭那一幕已經講完了 即是他一兩鏡頭 講完他的關係 即是又愛又恨的關係 我覺得很少有導演可以做的 我很討厭這個 其實尾貝爾獎 其實是很討厭的 阿媽 他又不是完全真的 但是 開始是依賴 其實是 很複雜的 這個是一種 我們經常說什麼 斯德哥爾摩症的後分 我覺得是有 又愛又恨 又走不了 又不喜歡你 是啊 但問題是 我離開了阿媽 我可以去哪裡 於是 一直在一個 即是 你捉我 我又 我不喜歡 但是 我沒有辦法 我要留下 即是一個很 惡性的循環 其實是一個 這套片 他用了古典音樂 去陪襯 那個衝擊更大 因為他很優雅 但是 是一個反差 反差 其實很大的 那麼 他 他在音樂上 他真的沒有表現到這件事 他收得很近 即是 他變成一種 我現在理解 即是他是舒伯特 專家 其實他不停地 賦予很多感情 但是這些感情 可能他那個 為什麼有這樣的感情 是因為他自己壓抑很多 他喜歡轉化成音樂 於是 是的 即是在音樂的表演上 他自己沒有辦法宣洩 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音樂上 表現這一種感情 所以他是對學生很嚴 但是他那個疑問的方法 就是很自我 即是他有時候的疑問 他不是說 你拍子的問題 我就覺得你不適合 你的感覺 你的感覺不適合 但這件事你計不到 感覺不適合 不適合這件事 真的很屈 我經常都覺得 即是彈彈彈 我覺得舒伯特是這樣 你應該感覺到 即是這些這麼抽象的東西 其實暗示了 沒有人可以達到他的標準 這個也是一個 因為 余培的角色 本來是一個 都應該是很自卑的人 在教書的時候 是很高傲的 但是他回到現實 即是在他母親面前 他變回了一個很自卑的人 於是他 即是他 那種自卑心理 是要 他去找一個地方 給他發洩 是的 阿朗你自己怎樣 這套其實 跟大家意見有點不同 我一般的 你自己一般的 我一般的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太極端的角色之類 我覺得這套是其中一套 真的很極端 很極端 這個東西真的有機會 可以說沒有什麼代入感 可以說 但我看的時候 真的好像被人很痛 這部電影好像打開了一身 我自己覺得很不舒服 有很多位置 是 那一邊再說下去 因為我都還沒說到 他跟我的Water的關係 就是 因為 宇培的角色 在家庭背景 一直都這麼缺失 這麼大問題的潛艷物化底下 他簡直是影響到愛情的觀念 都扭曲了 於是怎樣呢 就是 其實私生戀本來 都已經是很爭議性的了 這個關係 但是 宇培 和Water的角色 就是 他們兩個發生關係的時候 每一次 宇培的心理上 都會向Water施約 怎樣施約 就是 例如他們 親民想搞的時候 我會撩你 但我不讓你搞我 所以 於是 還有一些 性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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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上的 但是 他不會被你發洩出來 就是我要你捱住 我要你留下一次 就是 他的心態本來就是這樣的 但是 他沒有想過 就是 連Water 就是這些年輕人 就是 血氣光光 就是 都會 就是想在 這個性 這件事 是有一個損事點 但是 宇培每一次 就是那個關係 都是 就是 不只是用他環形 已經是 直接是有點虐待 是對於他 於是Water 他自己都厭倦了這種關係 是的 但是 宇培 就 倒過來 他又不放過去 於是 於是 更大的一個反勢出現了 是 也是 就是 就是 漢尼卡 就是我們一直都說 他引人知道就是 不單止好像 爆 冰冷的手術多 去切割一些社會上的 就是 不為人知的一面 還有 剛才阿羅英都說 就是 漢尼卡很喜歡 就是 當一個人 去 壓抑 去到一個 臨界點 他就會爆出來 他所有的事情都會 於是 結果 結局 尤其是 不單止尾段 還有結局 都是很滑龍片睛 看到 有人平伏不到 看完之後 這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 最爆點 最爆點 是結局 是他 嘴咪媽媽那一刻 也是 那一刻是 激過結局 其實對我來說 就好像被人刺了幾多 因為那一刻情緒爆得更厲害 他見過是Low Ending Opening 這是一個很開放的CRO空間 到底雨培到最後會回到以前生活的狀態 我一直都很喜歡 不刻意說明答案給你們聽 一定會給你留步去思考的原因 所以這部電影像阿朗說真的 是很極端的一部電影 他的電影也很極端 好像沒有一部極端 對 很瘋狂 我看都不知道 但是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去思考 社會上到底控制肉 這部電影會引申了一些病態行為的事 也是一個電影中的行為 對 他的圖文獲獎 這部電影我記得當時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Palmdy 這部電影是我的 對 他好像沒什麼變 反應了很多 對 如果好像是 我要檢查他有沒有 當時是否也是拍的 當時是康城景後 我要檢查一下 但這部電影是爆發的 反響很大 這部電影也很大 對 今節說完這部鋼琴教師之後 下一節說到最後一部電影 我們剛才說的 對 我們剛才說的控制肉 這一部也是控制肉 我一個真的很精彩 很出色 對 我們待會回來 再說 我們接下來播放舒伯特 對 這個是Piano Sonata 後面是什麼Major 我忘記了 這部電影也挺長的 這部電影很長的 我們細音聽一下 古典音樂 我們最後一節的樂器迷 今次要說的另一部 其實這部電影更加不是說 用師生戀做主軸 今次這一部就是 醜聞日記 2006年的作品 大家看到 主角會不會是放前面 Poster最前的 K Blanchard 而是後面這個Judy Dench Judy Dench 也可以說 英國來說 都是非常之有地位的女演員 供應好戲之人 今次Judy Dench 這個角色就是 演一個非常之豐富的 教書經驗的一個中學老師 這間學校好像我剛才第一節說的 男人40 應該更差 因為那間簡直是爛仔學校 這間真是Band 5 是啊 所以 Judy Dench這個角色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感覺 就是被人覺得他好像一個 訓導主任的 對 對 就是好像我訓導主任 那樣的一個角色 說我的樣子 對 而新來的K Blanchard 演一個新來的美術的教師 氣質很高雅 K Blanchard 自己的真人本身也是這麼高雅的一個人 而且年齡都年輕很多 於是 可以說 跟這間學校的爛仔學校的風格 是不成比例 而且也引起了Judy Dench 她對K Blanchard的注意 兩個人甚至越走越近 可以說是有計劃 越來越靠近 對 但是有什麼計劃呢 我們待會後面就會說 Kate 就覺得 好像認識了一個 都挺好的朋友 新的學校 新環境都要找人 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於是Judy Dench 是要新出援手 她想去幫她 好像是 但是 她們兩個關係 網絡就好像 做了一個好朋友的關係 但是 當Judy Dench 發現到 Kate 跟她其中一個 教美術的時候認識的一個學生 有一些不倫的關係 於是 兩個的關係 現在說的就是 Kate 跟Judy Dench的關係 開始變質了 對 同樣地 其實我們今晚三部電影 私生戀這件事 其實都 只是一個 一個理 一個理 其實是想釣另一條 更加大的魚 今次這部大魚 這隻大魚 其實今次這一部 跟剛才我上一節說的 鋼琴教師 都很像 一件事 就是 講孤獨 和控制獄 這件事 今次 孤獨和控制獄 兩者都放在Judy Dench 這個角色 同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部電影 Judy Dench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女人 是 那 Judy Dench 和 Kate 她的角色 我簡單地說 用一些 流行的用語 就是 大家都喜歡小鮮肉 好笑 其實我一直都不太喜歡小鮮肉 這個詞 自己也沒說 但是 不喜歡或不喜歡 不過還是這麼說 就是 Kate 她喜歡一個 年輕的男性小鮮肉 那 Judy Dench 對於她來說 Kate 就是一個小鮮肉 就是一個小鮮肉 一個小鮮肉 但是 Judy Dench 就是 不會 當然 她這些 已經是 踏入一個 老年的 年紀 她也不會 明畫 我喜歡你 這樣的話語 而是 她 每天都會寫日記 每天 每天都會記錄下 她對於 Kate 和她相處的 一些點 再加注於 她的一些 對於她生活的看法 評分 對 對 她上豆瓣 打升 對 對於她生活 我覺得 不升 對 三升 四升 對 她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這樣 都幾 變態 我自己都覺得 不明白 都算了 喜歡別人 不明白 算了 但是 想不到的就是 她是 將別人的私生會 偷看 之前 還要批判 如果大家會看這部戲 你會看到 Judy Dance寫日記的 一些獨白 很獨辣的 那些句子 對於 Kate的私生會 批判很可怕 但是 剛剛 她說到 她知道了 Kate的 和阿三發生關係之後 為什麼兩個關係開始變質呢 就是因為 Judy Dance知道 Kate的 同學生 於是她覺得 有個把柄 有個痛腳 抓住 於是我就不斷要脅 Kate的 就是 你不跟著我這樣做 我就踢爆你 對 你要知道 因為 因為 如果 教育師和未成年學生 我們現在也有講 衰十一 那不是衰十一 這個 美國也有法律 美國也有法律 英國也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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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學生和老師搞壞的話 其實是 甚至是刑責 於是 Judy Dance拿著這個 痛腳 就不斷地 這樣 於是你會發現到 其實 Judy Dance的角色 是一個 控制獄 大得很恐怖的一個人 一個老姑婆 又有學識 真的很恐怖 還有單身 哈哈 養貌 還有養貌 對 一個老姑婆 對 我覺得她們真的是當朋友 只不過是 激了一點 我覺得不是自己是朋友 現在是暗戀了他們 我也感覺到 她已經是 因為我沒有看完主小說 我還沒有 是否真的完全友誼 我覺得是有達以上 戀人氣滿 哈哈 哈哈 因為她沒有人聊天 她是沒有朋友的人 突然有朋友 評分高一點 找她 但是 她不可以常常在 一不在就不考 當中你說朋友這方面 可能是 因為她有很多場景 她都說 loyalty 但是其實 另一方面 她在誘惑 Kate 她去 有些苦摸的行為 她希望她苦摸她之類 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真的 直接去聯想到是愛情 這些愛苦的動作 一般朋友 你不會做 對嗎 對 這方面 我有少少類似的經驗 我不在這裏說 咦 不是我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是朋友 不是情人 你不是回答我 但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但這個後話 好 台後三米 再說 這部電影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 當 Judish知道 Kate 有些事情 她說 I will help you 摸了手 這樣 告訴她 我會幫你 你盡情可以信任我 但怎知道 原來一直要脅她 很病態 其實她也不是要脅 理論上 她也不是太想的 她是真心幫助她 我是覺得她有這個位 嗯 但是 只不過去到一個情緒點 我很混亂 你又不陪我 就是她有一點點 我很想人陪我 但是 但是 你又 三分四次這樣 好像嫌棄我 覺得我很煩 於是那種自卑心 你爆出來了 剛才我們說到 有這個 控制慾 還有 還有什麼 最主要是說控制慾 但其實我覺得 還有另一個重點 很重要的就是講自製慾 這套戲裡面就是 其實 你發現 每一個人都沒有自製慾 雖然 Kate這個角色不用說 她對著這個學生 這個小鮮肉 就完全沒有自製慾 那麼 Judy Dench 她作為一個 表面上是很冷靜 她很有控制慾的人 但是 到了她生氣的時候 那隻貓死了 Kate 她不肯去 她不肯去她的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她的自製力 就變成零了 就立刻 好像是踢爆她的 她那個痛腳 故意趕出去 給另一個人聽 嗯 但其實這個我覺得 劇情最好合理 嗯 你一個沒有朋友 只有隻貓 而他釘了 你很難有什麼自製 這個是真的 就是一個人 生活最大的技巧 沒有了的時候 於是 她是想找另外一個 要代替辦單 也可以說 你想找一個新的朋友 啊 我純粹 有直接影響到 她為什麼會喜歡 那是Steven 那個男生 嗯 剛才她跟她老公 是差到的距離 才是她的年齡 她老公是一個 她是一個 起碼都50 總之 是阿八 就是阿八 她一個女兒 是很判譯的 有一個 那個兒子 是有唐氏速入證的 是唐氏速入證的 那麼 在這個影片 剛剛開始的時候 她也處了一個 很正常的老師 即是在這個 那個日記 那樣的停輪 是一個很正常的老師 但是她 影片的處理得很出色 就是她去 Kate的家 即是Judy去Kate的家 那她就說回自己的事情 那她就發覺 其實Kate 以前是玩噴噴的 即是以前是一個 也挺豪放的 一個女生 但這裏 為什麼我覺得很出色 她說故事的坐姿 她的坐姿 她的坐姿 不是很正常的坐姿 坐得好像 搶煙 打橫 在沙發上 這一下 那個身體語言 是很厲害的 她已經告訴她 這個人 她本身是很滿意的 嗯 只不過在你平時 人前人後 是兩個人 對 其實在那個場景 已經交代了她 半譯的事情 以及她對藝術的熱愛 那Steven 就是很有藝術天分的人 嗯 其實很半譯的 所以她很容易被小鮮肉吸引 是 是有交代的 是 所以這部戲 其實有很多地方 為什麼這部戲 這麼值得推介 就是 其實細節處理得 也都是很有水準 就是有一部主流 也挺主旋的 英國電影 但是 不單是在 剛才說的 控制肉 心理 那種否釋的能力 是這麼強之餘 其實細節上 也是 執筆也非常仔細 所以其實 很容易入戲 看這部戲 而且那些演技 真的太出色了 對 那時候Case和Judy 雙香都有份 有試過 我一時兩個都有 那 還有 Judy Dance 即是 我從小到大 Judy Dance 不是穿古裝 是做007的老闆 我也不知道她做過什麼 M夫人 但我猜不到她 是演了一個 這麼有邪氣的角色 你還做過什麼 我猜不到這件事 所以 這一部 這一部 不是這一部 這一部 這三部電影 都 話就說 有私生戀 但其實 私生戀 這個題目 背後 其實有更加之多 一些社會問題 出現了 那 於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大家也可以 思考 可以探討一下 這個問題 今晚的樂器迷 節目 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因為 天武頓的愛麗絲 好像又上 又來嗎 這麼快嗎 好像是 差不多 這段時間 但我真的沒什麼興趣 看那套愛麗絲 所以 我就精算了幾部 和愛麗絲這個名字有關 好難多 真的 這次是 嘩 嘩 Shybermire 對 Shybermire 這部 真的 這個 Shybermire 的 愛麗絲 還有這個 Alice in the Cities 就是這個 公路電影之王 幾部都好癲 這個 花雨愛麗絲 還有這個 馬田史哥西斯 第一套 是不是第一套 如果沒有記錯 第一套 就是這個 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 其實還有很多 跟愛麗絲有關係 Woodie Allen也拍過 太多了 數不到 我們有限的時間 盡量講最多的東西 我下個星期就會講 這個級愛麗絲 如果有興趣 大家千萬不要咬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又來到這裏 我們 最後 都是播放書八達 不要問我歌名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 同一個時間 再回來 樂器晚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Plus 最後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